Hello,欢迎你收看这个video 我们这个video是从台北市新北市数学跟英文还有电脑科学的家教里面 就是录出来的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 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题型 这个题型是从1963年的美国数学竞赛里面找出来的 它是所谓的周长与面积比的题型 那它的题目的叙述是怎样呢? 刚开始我们给定一个东西 我们给定一个东西叫做长方形 我们把这个长方形叫做r 然后这个长方形r呢,它长a,然后宽b 而且它的长比宽还要短 然后接着呢,我们要找另外一个长方形 它的长是x,然后它的宽是y 而且这个新的长方形我们想要找出来的呢 跟旧的长方形它的关系是这样子的 新的长方形呢,不论它的长或者是宽 都会比旧的长方形的长还要短 那当然呢,自然它们也会比旧的长方形的宽还要短啦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个要求是说 我们希望呢,它的周长 也就是新的长方形它的周长呢 是旧的长方形周长的三分之一 而且呢,它的面积为本来旧的长方形的三分之一 你看,很有趣的就是它的周长是本来的三分之一 而且面积也是本来旧的那个的三分之一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有多少个矩形呢 也就是这样子的长方形到底有多少个 那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些就是文字叙述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工作,立刻就是把它翻译成数学公式 而且当我们把它翻成数学公式之后呢 很多思考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看这句子要怎么翻 就是新的长方形的周长为旧的长方形的周长的三分之一 那我们就知道旧的长方形它的周长是多少呢 如果它的长是A,宽是B的话 那它的周长一定是A加V再乘以2 那新的长方形的周长呢 就会是X加Y再乘以2啦 那怎么样表示说新的长方形的周长是 旧的长方形周长的三分之一呢 就会变成是我们的第一个式子 底下的选项的第一行 两倍的A加V再乘以三分之一 会等于两倍的X加Y 接下来是面积 面积比较简单,对不对 如果长方形的边长是A跟B 那它的面积就是AB 另外一个边长是XY 那它的面积就是XY 所以呢,第二行我们就列出来了 第一个长方形的面积AB 它的三分之一 会等于第二个长方形的面积XY 那从这两个式子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 这关系是多少呢 因为它要算到底这个局形 是有多少个 那从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我们应该想的是说 剩下还有一些条件 我们都没有考虑到 就是X小于A Y小于A跟A小于B 这三个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化解 因为现在呢 我们有两个方程式 但是它有四个变数 所以呢,除非我们知道 它四个变数之间 比较看起来 比较简单的关系 可是因为我们这边 又有常数 又有常数项 所以看起来 关系并没有很简洁 所以呢,如果我们 只有一个公式 就可以比出来会比较好 那这样我们要怎么想呢 我们可以假设 你看它 两个公式里面 它都有那个 常数项三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把 这两个式子 互相除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式子的常数项 就会被消掉了 对吧 然后呢,还有第一个式子呢 它左边右边都有2 所以其实它都可以 互相消掉 所以如果我们把 第二个式子 除以第一个式子 然后再把它分母2 消掉的话 那我们就会变成 第三行的这个式子 也就是AB 除以A加B 或者XY 除以X加Y 这样的式子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分子个分母呢 都除掉AB 的话 那这样会不会 就可以知道 状况是怎样了呢 所以这样我们就会知道 E吹B 再加上E吹A 会等于E吹Y 再加上E吹X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式子 有一点奇怪呢? 如果你发现第三行的式子 有点奇怪 请记得通知我们哦 我们的网址有效 但是呢,如果我们第三行的式子呢 它可以化简 然后并获得第四行的式子 B分之一 再加上A分之一 会等于Y分之一 再加上X分之一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 透过检查上面 的不等式 A小于B的状况 还有X小于A 跟Y小于A的状况 来讨论了 首先呢 我们 根据我们的条件 就是底下的部分的条件呢 我们导出来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等式 但是我们又知道呢 X 就是第二个长方形 的长度跟宽度 都会小于第一个长方形的长度跟宽度 所以X跟Y都会小于A 但是A又会小于B 也就是说呢 呃 在右边等式的X分之一 跟Y分之一 会小于左边等式的 会大于 对 会大于 左边等式的A分之一 也会大于左边等式的B分之一哦 那这样子的话 随便一个在等式右边的任何一项 都会大于任何一个在等式左边的任何一项 那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会等式会成立呢 所以呢 我们根据我们这个题目给我们的 就是等式跟不等式的条件里面 我们竟然发现不等式的条件 跟等式的条件呢 是互相矛盾的状况 也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从底下的A B C D E 这五个选项里面 选出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要造出这样的长方形 则这个新的长方形 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我们就要选A了 这样子大家对我们的提醒 还有我们的分析有没有很清楚呢 特别是如果你觉得 我们刚刚的分析 还有我们的就是 推导出来的这些式子有问题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请你跟我们联络呢 我们的网址在就是 这个video的下面 然后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 这个数学动脑的时间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